對印尼 隔壁到中部的謝美麗在 王宅支持計畫推動到新住民慶祝的讀書會 並開設於伊民宿 竹夢計畫8萬塊的經費補助 甚至就連不是新住民的孩子 都來享受印尼的基建 多學習那個語言就是好啦 不是說不好的 就是這個信領 加上王宅的支持 隔壁台灣自己中部15年的謝美麗 剛才頂戴國修等念著印尼語的講師 現在在自己合王宅所開的名店 推動新住民的祖路特色花 當然不是新住民的祖路也來學 因為做花後有趣味 母安 生辣蠻所累 被同學約過來 而且可以增加一個語言學習也很好 當初透過到婚姻仲介介來台館 謝美麗除了生下人的校生一個女子 初期都在王宅的古巴米店幫忙 後來經在王宅的鼓勵之下 參加到新住民相關建設 現在她在國修擔任著印尼語的講師 這是給她真有心就感 她感到緊張擁立台館這個社會 那孩子如果要學會起來 這樣我也開心 對 很開心 可以在學校 讓父母跟孩子打菜然後來吃 朋友的孩子 不管是台灣的 還是她媽媽越南大陸的 也是可以來這裡 互相這樣子聊天 謝美麗會推動到新住民 主路撤菜會 主要是隔離台館的新住民 總共50萬人 而且人數起床淨加當中 所以當時的新住民 相關期的是必要的政策 包括推動到新住民 竹夢計畫 火炬計畫 丁丁 都是希望幫助新住民 用於台館社會 和提升到主路的競爭力 如果他們在教育 在社會資源上 是比較匱乏的 那我們政府機關 應該要位於籌謀 要先就去介入去協助 那避免說造成像其他國家 就是對於說 他們移民的這些融合不夠重視 才導致他們這些移民的二代 有一些很重大的犯罪問題 經濟了解 謝美麗在新住民 請出共特特撤菜會 在這條竹夢計畫 補助8萬塊 並透過每個月 第2個禮拜日 運用麵點的空間 要請到新住民 親住來參加 在宜民宿南區 事務大隊長 也特別討論的方式 經濟前的相關的菜 謝美麗在新住共特特撤菜會 是甘義關 核酸的兩個計劃之日 生身口教 黃中博香 蔡鳳報道